非洲大迁徙 自然的战略交响曲 非洲大迁徙是地球上最壮观的自然奇迹之一 每年都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上演 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穿越数千公里的草原和河流 寻找新的草料和水源 这个惊人的迁徙是大自然的战略交响曲 代代相传 延续着生命的循环 第一幕 非洲的奇迹之地 非洲大迁徙的舞台位于萨哈拉沙漠以南的大草原地带 包括坦桑尼亚的塞伦盖地 肯尼亚的马赛马拉 博茨瓦那的奥卡万哥三角洲 以及赞比亚和金巴特尾的一些国家公园 这些地方被认为是非洲的奇迹之地 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美景和丰富的野生动物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世界上最壮观的草原 广阔的草地和壮丽的河流 这些地方吸引了数百万的脚马 斑马 野牛 大象和其他野生动物 它们汇聚在一起 共同演绎着大自然的壮丽交响曲 第二幕 决定进了迁徙 每年 随着季节的变化 非洲大迁徙开始了新的一幕 这个壮观的迁徙通常分为两个主要的时期 干剂和雨剂 在干剂 由于草原的草料减少 野生动物开始向新的草原和水源迁徙 以满足食物和水的需求 脚马是非洲大迁徙的主角之一 它们已数百万剂 穿越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赛伦盖地大草原 斑马也是壮观的迁徙者 它们和脚马一起穿越大陆 组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动态景观 第三幕 生死交响曲 非洲大迁徙是一场生死交响曲 野生动物必须面对无数的挑战和危险 略施着潜伏在附近 如狮子 豹子和鳄鱼 它们等待着迁徙中的猎物 寻找机会抓住弱小的个体 鱷流也成为生死攸关的障碍 野生动物必须穿越鳄鱼充斥的水域 有时甚至会发生悲剧 但这一切都是生命循环的一部分 死亡和生命的出生交替上演 第四幕 人类的角色 虽然非洲大迁徙是自然界的壮丽表演 但人类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野生动物旅游已经成为非洲经济的一个关键部分 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前来观赏这奇观 为当地经济带来了重要的收入 然而 与此同时 人类的活动也对非洲大迁徙造成了威胁 土地开发 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和气候变化 都可能对这个壮观的现象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 保护非洲大迁徙的自然气息地和野生动物至关重要 这需要全球合作和可持续的保护措施 结局 永恒的壮丽 非洲大迁徙是大自然的壮丽交响曲 是地球上最引人入胜的奇迹之一 它提醒我们生命的坚韧和顽强 以及自然界的不可思议之美 它也教导我们 保护地球上的野生动物和生态系统至关重要 以确保这壮观的奇迹代代相传 在每年的非洲大迁徙中 我们见证了自然界最壮观的景观之一 也见证了生命的奇迹 让我们珍惜和保护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迹 以便未来的世代也能目睹它的壮丽 这是我们与自然界的承诺 也是我们对生命的礼赞 非洲大迁徙 永恒的壮丽 将继续在大自然的交响曲中奏响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